卤蛋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是卤出来 但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最大锅菜市场里 有摊贩是将蛋浸泡在这样的咖啡黑水当中 那么根本不是卤出来 而是浸染出来的颜色 业者声称这个黑水是所谓的糖黑 这种东西制作而成 中天新闻台的记者宋燕 竟然是在里头验出了防腐剂 那么业者解释 其实他们都会告知消费者不能直接吃 要经过这个废水来烹煮 但是虽然说那废水烹煮是可以淡化一些防腐剂的含量 不过吃多了 这专家还是提醒 小朋友恐怕会发育迟缓 虚欲不振 是什么样的蛋这么便宜 而且每颗外表完整光滑 泡在浅咖啡色溶液里 好奇一问才知道原来这蛋从来没卤过 而是用染色染出来的 煮熟之后降色在外面 一般人对卤蛋基本印象都是用酱油来卤 可是用染出来的染蛋到底有没有酱油啊 酱油那么贵 而且市面上所有的都是 你要求方便 接着从市场买来两家不同的卤蛋 送到SGS来检验里头是否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我们将台北市最大蔬果市场其中两家卖的蛋拿来检验 发现A摊贩化验结果竟然出现本甲酸 也就是防腐剂有60ppm 根据卫生署规定 卤汁不能额外添加防腐剂 这染蛋恐怕有问题 不能直接吃 你一定要再加热过才可以 那你本身有知道它里面会有防腐剂吗 知道啊 为什么不知道 尽管专家说经过废水空煮 可以淡化防腐剂含量 但吃多了对人体还是有影响 花育中的孩子小朋友的话 其实吃太多本甲酸的防腐剂会影响他的花育 而且会造成他们食欲不振 虽然人体每天可以代谢部分防腐剂 但消费者买卤蛋便染蛋 这蛋怎能吃得心安 君听闻台币众投报道